大家好 然後我今天的主題應該是 今天議程裡面最空洞的一個 就是我不知道我怎麼去GDC了 但是我知道我要把什麼帶回來 就是GDC的精神 那我主要就講這五點 就是我是誰 我為什麼去 那去他們要幹嘛 所以說回來台灣 台灣的環境又怎麼樣 那我先簡單說明一下我是誰 那我之前在遊戲公司擔任兩年的企劃 那我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就有開始獨立創作一些遊戲 那現在我在去年的時候離職 然後現在也是在做獨立開發 那我比較擅長的是小規模的作品 製作跟品質控管 那我的成果就是 我有開發資產迷政跟跳落趣 那這兩款APP在雙平台都有被精選 那他們下載的數量都 前者是一百萬左右 那後者是五百萬下載 那我就說一下為什麼我會去 那我會去是因為我在GDC的前一個月的時候收到一封email 我有投一個比賽就是IMGA 然後他寄信給我跟我說你入圍了 然後他們的頒獎的位置是在舊金山 也就是GDC附近 所以我想說我可以去領個獎 然後順便去GDC 對 可是那時候我還是很猶豫 因為我這個人很會拖 然後又過了一個禮拜的時候 他們又再寄一封信給我 就說你的遊戲已經就是 是某個獎的候選名單了 所以他們感覺很希望我去 然後我就 然後就猶豫了很久 然後最後終於就是我去查飯店 然後看到那個飯店只剩下一個位置 就覺得這根本就是留給我了嘛 然後我就定了 對 然後 雖然說是 雖然說是順便去GDC 但事實上我是順便去領獎的 因為 其實我想去GDC已經很久了 對 其實四年前我跟各位一樣都是坐在下面 然後聽著辦路啊 就是一些開發者 分享他們去GDC的一些心得 那我也一直很想去 然後我也看了這一部就是 獨立遊戲大電影的那個紀錄片 然後對他有很多很多的憧憬 所以如果那個獎 如果不是在舊金山那邊辦的話 我也根本不會去 對 所以只是 那只是一個去的藉口 然後還有另一點就是 因為已經持續好幾年了 我每年都說我想要去GDC 然後別人都覺得我只會講屁話 因為最後都不會去 每年都說明年再去 然後我覺得今年不行 今年沒有其他的藉口 所以我就去了 對 因為 每年到GDC的時候 你就看到FB上面牆上 大家在就是po打卡 他們在那邊 然後 就很快樂 然後自己就是邊緣人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今年我就聚當邊緣人 我就 衝一發就去了 這樣 那到底要去幹嘛 這個我還蠻問號的 就是 我有很多很多的憧憬 很多很美好的夢想 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去那邊幹嘛 所以我在 前兩個禮拜的時候做很多 survey 然後 去GDC之前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排課 因為他有圍期五天 然後 每一天都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演講 你要排那些演講你想要聽哪些 你不想要聽哪一些 比大學排課都好累 然後 實際去聽過之後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去那邊就是要聽演講嗎 其實不 我覺得不一定是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GDC官方就有YouTube的錄影 精選錄影給大家看 那如果有一些比較 可能比較少人看的那些 場次的話 GDC Bot裡面有收錄 可能YouTube沒有 那GDC Bot它是有Pro Pro需要付錢的 那它其實只要一年只要五百美金 比起門票加機票還要便宜很多 對 那 就會有人問說 你現場聽跟線上聽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 其實現場就是VR版的YouTube 對 就是 更有臨場感 然後 你不能暫停 你不能倒轉 你也不能快轉 然後 你沒有 你沒有字幕 除非你的英文很好 不然其實你 你會有很多 就是 直接就Pass過去的東西 所以會有點想睡覺 因為 其實我 這幾年來一直都有在聽 不管是台灣 就是聽台灣的演講 就其實 到途中一半的時候都會想睡覺 我想現在大家各位 可能有一兩個已經開始想睡覺 對 那你要去想像 如果你去GDC的話 是連續一個禮拜 從早聽到晚 然後又是聽你聽不懂的語言 對 然後重點是 就是你還搭了飛機 搭了十一個小時的飛去 去那邊 你的時差還沒倒過來 你還要聽那麼長一串演講 然後連續好幾天 這其實是一個蠻累的過程 對 那 這是對照圖 真心不騙 我是那個 Overwatch的腦粉 所以我就是 我每一個 Overwatch的那個 演講都去聽了 然後 這就是 左邊是我拍的照 我去GDC聽的那個照片 右邊是GDCVOT上面的照片 其實是沒有 沒有什麼差的 而且 而且我到現場 因為我長得很矮 所以我前面那個人長得比我高 我就看到一堆光頭 在我前面那邊搖晃 對 那其實現場還是有些好處 例如說你有問題的話 你先馬上問啦 或者是你在 演講結束了之後 你可以直接去找那些 開發的聊天 這是線上沒有的 對 那 除了聽演講之外 你還能幹什麼 雖然說聽演講 很可能就站在於所有的時間了 對 就是 GDC他每年都會吸引 兩萬 五千多的開發者 到那邊 來自於全球 就是 各種人都 各種人才 或者是廢材都來 來了 對 像我這樣 然後 其實到那邊 我還滿震撼 就是 一直下飛機之後 就是你就開始會看到 有要去參加 GDC的人 然後你走在路上 走在就近山的路上 或者是餐廳裡面 每個人都帶著GDC的Badge 對 那如果你很勇氣的話 你可以到處就是跟人家攀談 這樣子 那 如果你有 商業商的考量 你想要擴展你的人脈的話 我覺得 這個的價值可能還比聽演講 還要高一點 除非你聽那個演講 是為了跟 那個演講的人 有什麼 互動 對 那 如果你是個發行商 你可以到那邊找 產品 因為 我去那邊就遇到很多發行商 那 或者是你 可能是一個 繪圖的工作室啊 或者是你是一個 聲音音效的工作室 你就可以全面找外包 畢竟國外的價格是比較優渥的 對 那 如果你要找工作 找僱主 也可以在那邊找 就是說 可能在 Blizzard那個 演講結束之後 你可以馬上上去 然後 跟他們聊聊 然後看你有什麼工作機會 其實我在現場 還遇到很多國外的學生 也是在那邊 然後他們也是在那邊 尋求工作機會的 那 至於找員工 找人才的話 那你的錢 可能就要蠻多的 因為國外的GDP GDP比較高 那他們的薪水比較高 不過 這也是可以考量的 如果你想要找優秀人才的話 那 如果 上述那些商業考量 都不在你的 範圍內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 像我一樣 有很 很大的憧憬 對一些獨立開發 有很大的憧憬 你可以參加IGF 的頒獎典禮 然後 看看各種 其實不用在典禮上啦 甚至你可能 去一個菲律賓料理店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有一個神坐在你對面 然後在那邊聊天 對 就是 分享一個就是我在吃早餐的時候 我對面就做那個 Rais the Sun的開發者 然後隔壁就是AutoCraft 然後他們就一直在聊天 然後 我大概只有前五分鐘搭了上畫 後來我都直接就是 都聽不懂 對 所以那邊可以看到很多就是 傳奇的獨立 獨立開發者這樣 或者是一些工作室的開發者 那 如果上述你都沒有 我先去的話 其實你都已經到舊金山 你也可以去那邊玩一下 就是可以去 39號碼頭看一下海獅啊 然後 去看一下金門大橋 這樣子 對 那其實上述這些 你都可以在那個 Watchdog裡面玩 玩到 然後不要笑 因為我真的就是很緊張 所以我在前面一周的時候 我就立馬就是買了 Watchdog 然後就是 走走看GZ會想要怎麼走 這樣 對 那所以 簡單三點就是去GZ幹嘛 就是 如果你有商業目的考量的話 你就可以去拓展你的那個職業生涯 那如果你 你只是想要分享的話 就例如就是認識一些國外開發者 分享自己的經歷的話 也可以 那或者是你想要順便去旅遊的話 我覺得那邊在那邊旅遊也不錯 對 所以說 我的主題是在講GZ精神嘛 那到底什麼是GZ精神 那 最主要就是社交 我在 去之前我就查了很多篇外國的文章 他們都在講就是 你去GZ就是要 就是要跟人際互動 就是要社交 你可以認識很多人脈 甚至有很多外國人去GZ 他們沒有買門票 他們去就是在外面 然後到處賭人 然後到處認識人 對 就很多人說GZ其實早在出發前就已經開始了 就是你在機場裡面 你在旅社大廳 或者是交易廳 交易廳 或者是 早餐做派對 晚上的派對 或者是在展區裡面 就是都 有很多很多的互動在開始 甚至是就是你在吃飯的時候 你喝一杯飲料 然後你看到一個神走進來 你就可以走過去 然後地上你的名片 然後跟他聊個天 對 所以我覺得 GZ最 最主要 不是他本體 而是他本體帶來的就是 他整個 整個圈圈內就是 有非常非常豐富的互動 跟 插出非常多的火花 那這個是 GZ會場三棟 那三棟中間有一個公園 公園上面就有很多 沒錢進去GZ的開發者在上面 或者是有 就是有Badge在上面 然後他們就會GZ一圈 然後開始就是 開始 定一個自己的演講 就是那個演講就是 突然 突如其來的 他就會 拿一支A4的紙貼在柱子上面 然後 你寫你的名字上去 然後 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演講 然後那邊有很多圈 對 然後中間講一講 弱杜哲還會發披薩 這樣子 然後除了那個之外 周圍很多地方 例如說樓梯間 或哪裡 都可以看到一些就是 就是聚會 譬如說我認識了一個 新加坡的音效外包 那他就 抓我 去到另一個 隱藏副本 就是 抓我出來GZ 然後到另一個地方 原來 參加GZ的一些 聲音的那個工作者 他們在一個地方 也有自己的聚會 然後他們那邊也有他們的演講 這樣子 對 所以他 那邊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社交活動 跟派對 就是譬如像 Touch Arcade 或者是一些 所有媒體在那邊都會有派對 或者是廣告商 在那邊也會有派對 那 去派對你就可以跟他們就是說 可不可以 就是 我的遊戲給你玩玩看 然後你覺得 Obo OK可以幫我寫一篇新聞稿 或者是怎麼樣的 對 對 那 我去大概差不多一個禮拜 不過因為白天聽課實在是太累了 就是 你還在導時差 時差還沒導過來 然後要聽一整天你聽不懂 就是 你大概只有40%聽得懂 所以你到晚上的時候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力氣了 對 所以我晚上只參加那個 IMGA 就是我說我要去領那個獎派對 然後我還有去IGF的頒獎典禮 去看一下 觀望一下大外拜 摩拜神這樣 然後還有 去自社會邀請的那個 跟Google的 參數這樣 那結果 他們苦苦要求我去參加比賽 結果我好不容易等到最後一課 還是沒有得獎 我真的不知道我去要幹嘛 對 然後 那Google參數 就是我在那邊 然後 似乎是Google 那個亞洲的Google 所以說裡面都是 可以看得出來都是亞洲人 那我也是透過這個機會 認識了AndMob 然後回台灣的時候 我到他們101的辦公室 然後有談我後續 作品的一些合作相關的東西 對 那當然還有去IGF頒獎典禮 結果其實我也不知道分享什麼 就是 你知道這都是很虛晃 衝景是沒辦法分享 你就假裝我超級無敵興奮就好 對 那 剛剛都在講社交 就是感覺那邊到處都是人才 到處都是機會 我要講 講一句 比較 呃...誠實的話就是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 這個圖文不符啦 這個是 這是另一個實驗性的那個 遊戲攤位 等一下 張聖林會講這個部分 對我這只是 一個力圖耶 就是雖然說優秀的聚會 跟交流非常多 但是 一些沒有品 就是比較 比較不知道要幹嘛的聚會 也很多 或者是 很多 很多人只買了票 他甚至不是開發者 也會進來GDC 對 這也是有的 例如說我在一個免費的party上 就是 就有遇過 就有到處問 然後到處就是說 你也是開發者嗎 結果他跟我說他不是 那為什麼他要進來 他就看到有人排隊 他就進來 然後他進來只是為了喝 喝免費的酒 跟吃免費的牛肉 然後我就超多問號 對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去 要參加派對的話 呃... 通常免費的派對就會很雷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這種 沖Party 就為了吃那個 對 所以付費的 或者是 邀請制的那個 可能會比較適合你去 這樣子 那就是 省很多 那各種 莫名其妙的人也很多 那就算真的是開發者的話 其實 Johnson那時候就講過這句話 然後我只是 超異了一下 對 就是你有GDC的page 也只能證明你買了錢 那個票而已 對 然後就是突然 有一種覺得 在講我的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 社交很重要 但是也不用過熱 就是每個人都說 欸你是誰 然後就是每個人都攀談 我覺得這也沒有必要 就是我覺得自然就好 就如果你有商業需求 或者是你有一些目標 很明確的話 你可以找那些 就是你想要找的人 這很好 那如果你沒有目標的話 你也沒有需求的話 那就隨緣隨意認識 或者是 如果你真的都不敢開口也沒有關係 就是 呃... 不能多認識別人 也可以多認識點自己 畢竟你白天聽得那麼多 那麼課 你晚上回來 可以好好吸收一下 因為畢竟 這麼多東西 如果你晚上要跟人家 聊天喝酒 你可能隔天醒來 就全部忘記了 對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然後 其實我還有一點就是 去那邊一個禮拜 我有其中一天 下午 因為我 其實我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所以我 我那天有點 就是 不敢跟人家講話 所以我就躲在我的 Hustle裡面 然後 在那邊休息了一個下午 對 一直到下午過後 我的心情才慢慢平復 我才可以 就是正式跟別人 跟外國人 social 然後隔天我就到 那個草原上面 然後把自己的名字 寫上那個 單子上面 然後在那邊做了一場演講 對 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還是看自己的心理狀態啦 不然 強逼自己 其實不會比較好 對 那所以說 什麼是GDC精神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顯得很屁啦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很直接 多直接呢 就是我有遇過 就是 那邊社交活動分享的熱絡 那有人會跟我聊天 那 當他發現我 不是他要找的人的時候 他們會很直接 不會客套 就是說 他就說 我需要找其他 那個其他的 可能他要找八行商 他就跟我說要去找八行商 就跟我說 很高興認識你 然後就走掉了 就很直接就走掉了 那我覺得這一點還蠻重要的就是 其實也不用太在乎什麼禮貌或幹嘛的 大家來這邊 要不然就是找商機 要不然就是找 就是 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所以也不用 不用花時間在那邊客氣 那他們也很開放 接受不同的開發者 這樣子 然後也很多元 就是你 不管是從手機遊戲到 到Console Game 然後到VR 或者是我剛剛貼的那張紙 就是在紙箱裡面 玩的那個遊戲 就他們各種遊戲 類型都有 那他們也非常的共享 就是 我 我坐在那個早餐桌上面 我剛剛說過 我對面就是 Race the Sun的開發者 然後後面就是AutoCraft 然後那一桌上 大概有半桌以上的人 都有在Steam上面 上架過遊戲 然後我們就會討論說 上架的經驗是怎麼樣 對 然後還有就是那邊的社群 凝聚力有還蠻高的 就是說 其實在台灣是很難看到說 比如像台灣有TGDF 那可能在TGDF 呃 期間的時候 就不會在可能 隔壁的公園裡面 看到有人在 就是聚會起來 然後繼續討論東西 或者是 台灣私底下的聚會 可能比較少一點 對於遊戲開發社群 對 所以就回來講台灣啦 就回頭想一下 我在台灣之前是 怎麼過的 然後想一下 這個是我 四年來 所達成的一些成就 就是不管是被Future還是下展量 我就覺得 這些都是我在去GDC之前經歷的 那這也不是靠我一個人 就能達成的 所以 我這些年都跟著TGDF 長大 從我是台下的聽獎者的學生 到現在為止 那 其實我覺得要Social 不一定要到國外才是Social 其實在台灣裡面 你就可以 例如說你現在坐的隔壁也是誰 你就可以跟他聊聊天 那如果很正的話 可以順便要個電話 對 就是 其實台灣也有很多機會 那我很多機會都是在台灣裡面獲得的 例如說 我就是 參加IGC Share 有一次Google的Kevin來 然後我跟他聊天 所以我的 App才有被Future的機會 或者是 認識的那個 之前像之前Louis有來 一樣是GDC的分享會 那我認識他之後 他把我介紹給 那個App Store 所以說其實台灣就有很多管道 只是 不知道人不知道要怎麼去應用它而已 對 那甚至是 就是Johnson 就是大統領 他也常邀請很多 國外的開發者來台灣 就是 你不用出國 也可以跟他們一起聊天 這樣子 那 或許台灣的資源不夠多 雖然我自己是認為很多啦 但是 可能跟外國比起來還是不多 我畢竟我只是一個業的開發者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社群非常友善 所以我希望台灣能夠 有更多的交流活動 跟 分享更多成功跟不成功的 像我去就有一點很酷的是 他們有一場演講是 Failure Workshop 就是裡面是所有失敗者 在分享他們失敗的故事 我覺得這一點也很重要 對 就是希望台灣能夠 有更 更多的交流活動出現 對 那 改變需要時間 那我覺得我們也已經在半路上了 就是說 如果我五年前 我說我要做Steam的遊戲 我想要問經驗 我可能問不到人 那今天你有很多人可以問 例如說 返校上了 他們不錯 你可以去寄信給市主 或者是說 寄信給RobbieRiby 或是各 就是台灣Steam的成功遊戲 已經 開始有在出現了 所以現在台灣成功的案例也 已經變多了 所以說 或許有人會說那是 是信存者偏差 偏差 對 但是 到了2017年已經有這麼多的信存者 那我希望 如果真的是信存者偏差的話 那我們就讓台灣變成一個 信存者知道好不好 對不對 所以 我帶一份GDC精神回來 但是 看一看台灣其實 好像也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其實台灣已經有自己的 精神跟文化圈在經營 那TGDF也一年比一年的 還要就是 更盛大 所以我覺得 從台灣我們就可以開始去 發展我們的社群 然後我們可以更多活動 對 一直朝著更 努力的未來前進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 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直接寄到我信箱問 或者是直接找我本人 對 問隨和 嗯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直接 還是說沒時間提問了 還是說沒時間提問了 有超時嗎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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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那 這堂 如果有什麼問題 想要在run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你覺得 作為一個獨立探發者 最重要的是哪個部分 然後你在GDC上 有學到這方面 的時候嗎 我覺得這個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獨立開發只是個標籤 呃 因為 就是沒辦法用獨立開發去歸類一群人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獨立開發最重要是什麼 而是你自己在做遊戲的時候 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那 那 我並不是去GDC學校最多的 我在有一年 呃 Rami Ismail來台灣 的時候 我跟他們去吃飯 然後那天我才剛開完刀 然後 我就 我就包著傷口 然後去那邊然後跟他們聊天 就是 有神來就是要去聊聊一下 然後看到他們輕鬆的態度 我就覺得 其實我不用這樣 就是 我到底開發遊戲是為了什麼 我只是想要能夠開一些做遊戲 那 其實我 認真說起來 我以前會有很多憧憬 但是我回頭來想 如果我當初沒有對獨立遊戲這個標籤 那麼好熱的話 我也不會認識那些人 我也不會把他們當成神 那我以前在玩的是什麼遊戲 其實我 可能也不會玩他們的遊戲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還是 搞清楚自己到底真正想要是什麼 你想要追求的是什麼 而不是 追求獨立遊戲這四個字 對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那其實去那邊 你看到他們 開發者 其實雖然說獨立遊戲 其實他們每個都差了非常多 對 甚至有些人在做 做糞便 然後 課金便 就我有聽到一場演講 超酷的 他們公司專做那個 COVID-10 超級的遊戲 然後他們在演講最後結果說 創新是最重要 對 所以我覺得不要理那個標籤 你自己想要什麼 最重要這樣 對 對 好 那這什麼問題想要理會 對 對 還要哭 對 那這什麼問題想要理會 對 對 可是我覺得我還蠻不好的意思 因為我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我講的 我主要是講說 多給別人求助 因為我自己是以前是很害羞的人 所以我就說 其實勇敢犯錯 就算出了什麼球 都沒有人會記下你錯 我只會告訴你自己很丟臉 但其實更多人記得 我在講電話是這樣子 那因為我在講的時候我英文很差 所以我本來就很丟臉 我講的時候就很丟臉 但其實他們都沒有開放 他們都會慢慢的聽 甚至有人跟我講Slow Down 然後就近山那邊有很多的華人 甚至有個老A在旁邊跟我說 加油 所以就 怎樣的體驗 我覺得有一點吸體 然後又有一點 不知道還蠻歡樂的 對對對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你的心腸也會逐漸融化掉 我覺得還蠻開放的 好 還沒用壓力出來 OK OK 那我們這場就到了這邊 我們再次用掌聲感謝Rock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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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